指揮中心也公布了英国反台班级民众的裁剪结果 其中按790最值的注意 证明英国籍20多岁的男性 8月份曾经在英国确诊 痊愈之后在当地4次裁剪都是阴性 但是抵达台湾之后 竟然再度的确诊 时因时央也让外界非常的担心 就想要问说是不是代表感染之后也没有免疫力 还会反复感染呢 指揮中心针对他的血清抗体进行检测 结果出炉了 研判这位案790 他其实不是再次感染 应该是4个月之前感染 而存在体内的病毒尸体 才会造成检测值时阴时阳 其实应该不致传染力了 英国反台班级疫情检测结果备受瞩目 指揮中心公布案790确诊者 早在今年8月就曾确诊 但已经痊愈 来台后却又被测出阳性报告 英国级的人他已经确诊 然后有验过4次是阴性 其实第一次是34-35 跟着解案790 8月29号在英国确诊 经过治疗 12月9号到12号 裁检4次核酸检验都是阴性 23号来台处理事物 还取有登机前3天的检验报告 入境后进入集中检疫所 27号因英国专案一起裁检 却在28号确诊 明明四彩因却再度确诊 时阴时阳难道是二度染疫 也让外界担忧 需不需会反复得病 甚至有时根本测不出来 对他的血清抗体有加重检验 研判并不是再次的感染 而是四个月前的感染 造成后续检验 就是阴阳阳阳的一个问题 按790裁检五次 才验出病毒 指挥中心解释 证明确诊者不是再度染疫 因为针对他血清抗体检验 Ign为阴性 Igg阳性应该是属于四个月前感染的 才会造成检验阴阴阳阳的问题 另外从CT值就能知道病毒有无传播能力 应该是体内残留病毒尸体 他有抗体上升 但是抗体一下就不见了 他的免疫力不好 所以他虽然第一次有看过 第二次呢 免疫系统又不见了 又再得了 这也是一个可能 病毒突变或自身免疫系统问题 的确有可能二度染上新冠病毒 但在国际上都不是通力 专家说不必过于担忧 做好防疫工作才是上上策 这综合不懂